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就已经开放了单方面的对瑞士的免签 这个了不起 虽然网上有一些杂音 那种杂音根本是忽略不计的 你做什么东西网上都有杂音 现在反正美国都可以罢你 所谓的中国不要单方面开放 什么叫不单方面开放 如果你有自信心 应该上全世界开放 因为今天没有多少西方人愿意到中国去 不要说西方人 海外华人都不愿意去 不要说华人就一般的 这种发 还没有发达国家 对吧 也不愿意到中国去 因为 没有工作机会 对吧 然后你对外国人 还有一种歧视 投资空间又非常有限 你就是说歧视黑人 现在那白人都歧视 而且不是白人老人 一个年轻人三十多岁 一个女子在武汉 生活得挺好 觉得中国人很友善 现在搭竞争车 说看到你是白人 西方人不要你上 然后坐电梯 看见你一个外人坐电梯里面 就不敢进去 对吧 然后你在其他地方 受到很不友善的待遇 一个 叫礼仪之邦 中国叫 对吧 居于如此的粗暴 对一个西方的女性 她刚刚就离开了 不是疫情期间离开的 现在离开的 对 就是说你中国的反应 这么恶劣 谁愿意去啊 对不对 你光是那个高铁 那我们就是 坐不了高铁 我们到这个 这个 迪士尼 去坐一个那个故障车 看什么就可以了吗 对吧 到你那个地方 就手机不敢搭进去 电脑不能搭进去 对吧 整个的中国的一个 这个环境呢 是最近这些年的 暴发户 的心态 对 从原来 开放 学习西方 变成 鄙视天下 威吾尔中华 对 对 现在 终于尝到 胡歌了 遥遥领先 这就造成 这一次李强总理 去参加达乌斯 这种很虚的论坛 大这么大的一个团队 你以为是签合同啊 不是 去搞一个间隙 给世界展示一下 我们中国 还是要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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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欢迎你们 但是问题是 你那里还抓特务呢 还抓间谍呢 搞了半天 没抓去几个间谍 我一直在等到他们抓去几个间谍 就说没有啊 全部是姓名啊 对不对 全部是言语间谍啊 而且是全部是变故事 对啊 变故事 我不知道 而且主要是那些人 也没有名字 对 我都没办法这样 张某李某黄某 对啊 对不对 也没有 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出来 从事什么行业的 到底是 关键信息有哪些 完全没有 对 然后你就造成了一种恐吓的这么一种局面 对 然后李强在这里就搞这个 这个这个不开放自弹 我是觉得李强表现不错 那个我是赞扬他啊 陪陪李强组理的马屁 但是另一方面 你搞成这个样子 所以在造成 李强要带这么大的团队去 就着急了 对 知道吧 重修关系嘛 很多媒体认为 李强带这么多人去 最终的目的就是跟西方重修关系 对 但是讲来讲去 你没有法治 对 讲来讲去 你没有规则 讲来讲去 你那个宣传机器 整天仇视西方 讲来讲去 你那个教育体系 整天把西方的东西给拉掉 那不要说文学上 艺术上呢 你拉掉还可以了 中国文学 小学写得更好 文学 那科学都拉掉 对吧 那西方的科学家如果拉掉的话 你还搞什么科学啊 对吧 那我们都是走从枝 对吧 都是什么什么我们走心发过 发明过什么东西啊 造纸的嘛 对 但是现在不太用纸了 对吧 所以中国是自己造的捏 也有西方 忌妒的 肯定有的 对 但是主要还是 自己挖的坑 自己挖的坑 所以这一次 李强带140个人去呢 表面上看啊 咱们现在解读 都是去填坑的 是修复关系的 去向全世界展示一下 中国还是将继续开放 并且这个开放的姿态呢 这个大门像习近平讲的 永远都不会关上 但是 你想 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习近平用李强带这么多人过去之后呢 给全世界表个态啊 实际上 他有一种就是 倒逼中国国内啊 某些部门 某些体制上改革 像您刚才说的 中国现在是各个方面抓间谍也好啊 各种对外国人的不友好也好 恐吓也好啊 这就是很多媒体啊 渲染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啊 就是对外国人过去啊 就觉得外国人来了之后 很多年前啊 如果有外宾去中国 那是围着看的 对呀 你看那个你在电视台工作就知道吗 电视台各种争议节目 好像找一个外国人就把这个 品质就上来了 对呀 所以现在就说看到外国人有种 啊 趾高气昂的感觉 是恨不得就说 不说过去侮辱他吧 就是觉得 有种 鼻孔 就得看人家 就得看人家不舒服 像上回在北京一个地铁当中 一个北京人 一个北京男士 看到一个 估计有人坐那看书 莫名其妙的过去就脆口水在他树上 开始骂骂咧咧的 结果后来被人打了一顿 打到就是求饶了 被谁打一顿呢 就是被那个国际友人 你还叫国际友人 外国人 对对对 国际友人 外国人学了中国功夫 按照体格来说都打得赢 就不用学功夫 所以这种事情啊 在中国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强烈了 民间的这种仇拜的情绪越来越强烈了 所以不知道习近平这一次还在官方当中啊 还是希望国际的投资机构再去中国 是不是倒逼中国的某些机构啊 来改变 或者说在这个当中 好像习近平觉得中国内部人跟他不同心 他一直在想开放 但是人家就是把门关起来 我觉得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习近平本人身上 因为现在谁都知道 习近平是一年九顶 没错 这是给习近平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压力 什么事情都要他说了算 没有他说 大家也不动 对吧 但是另一方面给习近平带来的一个巨大的机会 这种机会在现代社会里面 哪一个国家里面的人可以一年九顶啊 对吧 没有 好像金正恩先生可能是帅 对 其他的国家真的是很难 你说美国的总统 民调有多高 你说日本的首相 你包括普京都很难 对 普京还有民主 还有半民主吧 对对对 或者是半新闻媒体 我觉得俄罗斯的媒体还算媒体 但中国就没有 对吧 没有 习近平有巨大的这个机会 我觉得关键还是习近平 他的这个判断 但是你要讲判断嘛 伟大领袖也好 英明领袖也好 总是对和做 对吧 疫情 前半段他可能对了 结果他开了庆功业 结果后半段输了 对不对 至少三分之一输了 完全不必要搞那个 那么银空的一年 失去明星 关键还不是明星呢 关键是你这个 这种做法的 从法律 从科学 从这个社会的控制的承诺 从哪一个角度都不能那么胡搞 他就胡搞了 反人类反科学 对 反人性 反 反意识 反法治 什么都反 对吧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担心独裁的一个根本原因 怕你平时做得还不错 不然进的时候 你犯一个大错 前面做都白打了 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 政治现实 还是习近平 也没有看出什么 各种力量去推翻 虽然网上可能有各种说话 什么这个红二代 那个红二代 其实都是对数 没有起不到什么作用 关键还是习近平 现在好消息是什么呢 习近平至少从目前来讲 信任这个李强 对 所以李强 在这样 游泳游泳的 来开始表现 我希望这一次的表现是真实的 尤其是 李强总理 在达沃斯论坛的讲话中间 讲到了我们去年之所以 大概的意思 就是没有大风水 没有大刺激 就是希望不要追求 一时的素质 而要追求长远的发展 这个和真正的严肃的 经济学家的判断是很接近的 没错 很接近 因为过去制造了太多的泡沫了 要挤掉泡沫 你房地产刚刚几万泡标 为了旧房地产又挤掉泡沫 那就又变成泡沫 那就当然不行 恶性循环 对 所以大家有很多意见 但是中国政府 至于不跟中国老百姓讲 跑到达沃斯论坛上讲了一下 对吧 这个也是非常搞笑的事情 而且中国官方呢 预计是星期三的时候 公布这个政府的经济数据 可是李强星期二 在达沃斯就讲了 中国2023年的经济数据是5.2% 这个好 这个一下子显示出来了 他也可以超越法律之上 没错 对啊 什么叫强人 强人就是强盗嘛 对 他就可以不按规矩来 对对对 当然这个不按规矩来呢 肯定是有习近平授权的 对 因为 对 因为像李强这个人 从上台之来 咱不说他精明吧 起码他每一步啊 都非常的精打细算 他知道自己的分寸在哪 对 我今天在华尔街论坛里面讲了 前四任这个总理 五任总理吧 李鹏 对吧 被认为是个弱智 被认为是个粗暴的人 其实外交太简单了 其实他还挺会搞关系的 对 国务院很多人对他挺满意 第二 后来呢 是朱银记 朱银记 那是才华横溢 口又寻活 这个非常幽默 差点宣病多主 差一点的原因 宣病多主 后来回去做检讨 屯子以后在政治上就 唯唯诺诺了 唯唯诺诺就塞路下去了 虽然他拍江泽民马屁已经晚了 因为你在美国表现得比 江泽民还受欢迎 那很傻 后来出了一个总理叫温家宝 温家宝就根本就把自己当成总书记 把 著名表演艺术家 对对对 就是说 他讲的很多东西都是 就是总书记讲的 对吧 他一仰望星空 结果他就当成总书记了 就是浪得书明 又是反文革啦 又是普世价值观 没有一个他做得了的 他专门讲他做不了的 高射炮 他做的事情 就是奇寻无比 就是大风水 就造成后来的经济的泡沫 而且他们加了贪腐 纽约时报这么多年揭露了 他还好意思出来露面 对不对 温家宝就这么一个人 李克强总理这个人是比较震判的 李强 你又说李克强啊 李克强就比较震判 但是他的经济学知识比较有限 因为导师是 历宁历就不是一个经济学家 历宁是个经济政策专家 他看出了中国一些违背常识的东西 他讲了很多常识 所以很受尊重的一个改革家 李克强在经济学上是比较一般的 这个比较一般的问题是 造成他在政策的时候就比较天真 缺乏穿透力 缺乏真正的对经济的把握 但是不管怎么样 李克强为人还是很不错的 比较正派 所以大家对他的因应走势真的是惋惜 而且他很接地气 很接地气 他去世之后看了一些视频 我觉得他讲的很不错 但是他的处境不好 当时候习近平为了揽权 那么他周围的人欺负李克强太厉害 所以很多人同情这个李克强 其实李克强能力不怎么样 但是因为他被欺负得太厉害 所以很多人同情 周围恶棍太多 李强现在还谈不上 因为他还刚刚上了不久 没错 谈不到一年 但是从最近几个月看起来 我觉得他是算比较坦诚的 比较坦诚 如果这种坦诚能够继续下去 而不是那种招摇 这个表现 那么我觉得他这个角色有可能是稳定的 至于下一届是不是总理呢 再说了 现在的情况是 中国是一个艰难的经济 一个转型期也好 或者是过去疫情造成的灾难也好 如果他能够挽回一些 就是一个胜利 这次在达武士论坛 在目前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接触 我录这个节目的时候还没有 还没结束 但是我认为是表现非常好 表现会就分层把握的很好 没错 而且坦诚了 对不对 说他有没有邪秘吗 反正统计局也是他领导的 对 如果他是统计局以下的官员 叫邪秘 没错 他是统计局以上的官员 他不叫学民 他有这个权利 对 所以从李强现在来说的话 第一个是他非常的中规中矩 第二个呢 他每一步走得都很踏实 第三个也看得出来 李强这个人 他没什么野心 他就是踏踏实实的 能干完这一届 不落下什么口实 就行了 你让退也退 让他接着干也接着干 他有没有野心 我们不知道也许压住了 也是归到时间 也是估计归到时间 长起来 但是现在反映了 这种人的一个品质 当然这种人也很难说 你看马云的跳得很高 对吧 跳得很高 现在就遇到了问题 忘记了胡先言的故事 这种人 我普遍来讲就是 比较有品质的 就是像李强这样的人 对 而且像李强的话 之前倒是有媒体分享 像您刚才说的 有没有野心 咱们不知道 反正之前有人在猜测 说李强啊 现在心里边也在 跟很多红二代似的 在打算 说哪天要是习近平身体不行了 他是不是能够顶上去 坊间有人猜测 是 因为他是第二号人物 没错 顺利成章也是 但是猜测是 打务工作也有可能 那个时候 就是这种 还没有发现的事情 我们揣测就很困难 没错 从法律来讲 他是第二位 那当然是最大的可能 他有这揣测空间 对对对 但是他不会想这个事 好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 跟大家分享的信息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